过年把Switch带回家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带这么一大堆东西 原装的HDMI线 电源线 手柄和手柄架 Switch本体 还有一个底座和底座后边那个盖板 如果要把Switch接到电视上 必须要底座 而且还有这个电源线 一个包不好装 它不如单独的一个Switch便携 和大家推荐一个方案 那就是通过这一条线 可以平替Switch的底座 还有这个盖板 还有这条HDMI的数据线 甚至如果你有一个高功率的手机充电器 这个也可以省了 那就只需要带这三个东西 具体怎么做的呢 这是一条Ulight的投屏线 带充电的 但是它需要外置的充电接头 它家也有充电接头的套餐 使用Switch自带的也可以 一个是HDMI口 另一个是Type-C口 感觉做工还不错 我们试一下 把这Type-C接到Switch上 然后再把HDMI接口 接到电视或者显示器上 它是支持4K的 但是Switch只有1080P 然后再把这个电源线插到 它这个供电接口上 现在接好了 这条红色的线是2米长度 比Switch自带的这根电源线还要长 我使用Switch自带的电源线供电之后 Switch屏幕就变黑了 显示器或者电视的屏幕就变亮了 这样就可以在大屏幕上玩Switch游戏了 很方便 这条透明线很便宜 只要几十块钱 它家还有一个套餐 是和单画甲充电器一起的套餐 使用那个充电头 可以替代Switch自带的充电器 而且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是一个高功率的版本 另外我之前还用过他们家的一个采集卡 这么小小的一个采集卡 支持1080P 60帧 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玩Switch游戏 我们测试一下 我测试用的是苹果MacBook Air M1芯片的 采集的是1080P 60帧的信息 但是像这种方式玩游戏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延迟的 如果有条件 最好还是给Switch配一个显示器或者电视 那样玩得更舒服